在2024年你覺得香港樓價是向上走還是向下走 今天就有正方 分別是地產商、代理行 認為樓價會向下 而我們的反方、顧問行和券商 認為樓價會向下 你又為什麼 首先有請正方的發言 香港樓價未來應該會升1-5% 因為香港最黑暗的日子 過去了 未來美國又會減息 如果息後一跌 一定吸引到一大派的投資者 和買價湧入市 所以有買趁早 好 多謝正方的意見 現在有請反方 反方認為香港樓價會下跌 其中的稅銀和重量聯行 就認為香港樓價應該再下跌10% 即是1,850% 沒有了100萬 當然沒有手跌 像來方一樣 認為香港樓市的走勢 就會呈一個一路形的價格 會先下跌一點 然後再橫行 這個小小是5%左右 反方的理據 香港樓價仍然維持一個偏高的水平 仍然叫做不合理 香港政府雖然減辣 但受惠的群眾不多 人才計劃引入了新一批買家 而這一批新的購買力 是不足以扭轉到整個樓市的轉勢 最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 高息的環境 美聯儲進步了不再加息 但它維持在高息的水平 即是代表什麼 代表投資者買一樣投資標的 所以給出來的投資成本 其實是挺高的 就好像最新的買家去買一層樓做按揭 它要供多少利息呢 是4厘 相對以前說的是2厘 或者2厘多 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投資成本令到一些投資者 或者一些買家強步 第二個原因 在香港股票和香港的經濟都不太好 在財富後應的縮減之下 是沒有什麼人願意負一層樓 或者是幾百萬的負債在自己身上 願意買樓的人又再少了 第三個原因 就是發展商的新款的存貨量其實偏多 即是他們需要進一步減價 才有機會去到存量 變相來說 可以進一步推跌過一二手市場 總括三個理由 反方認為減價是 不可知 香港樓價仍然有下調的空間 好 自己看過這麼多顧問行 或者專家的意見 我自己認為來豐的預測是比較合理一點 香港的樓市應該呈一個 L型的走勢 即是先跌一點 所謂一個打橫行的現象 直至香港經濟普發 或者直至美聯儲減息 唯一可以確定是 地好樓市的 不論是正方或者反方 都認為下年的租金 不論是商舖 寫字樓 或者是住宅 都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 之前說的租售比來說 很重要 供樓的成本 以及你租出去的租金收入 是不是相等 或者是有賺 所以你覺得香港樓價是跌還是升呢 這些是端價值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盧逆思 我們下期見 拜拜